咱们很多人写偏话的时候 因为对偏话的认识不够 主要是弯曲度 所以说呢 偏话容易写错 你像第一个字人 他这个偏话 写的是对的 而后边都是错的 我先把这个人写一下 顿笔写着走 看 斜着走弯一些路件 然后从中间偏上 撇低 撇高纳低 而大这个字呢 他这个上方应该是这样直 然后这样弯 好看一下 横写短 直 弯 看 撇高纳低 这样来写 右看似对的 但是呢也是错的 我们会发现 他那个 右边 这地方空太多了 所以说也是一个弯匹 看 直一点弯过来 看 这样写 就非常舒服了 对吧 而这字 这是个竖弯钩 你这样斜着写 上窄下宽 这样就不协调了 所以我们应该是这样走 看顿笔直 测一点 起高 顿笔走 看是这样来写 那同样 那同样 你像这个下边这 两字 这个月 你看 上至下宽 所以说 右边有树 或者树钩的时候 左边的撇划 就是一个树撇 这应该这样来写 这个筋 你看 也是这样 平撇 然后来一个树撇 这地方要写短 横写长 旋针术 女这个字 看似写得很好 但是有问题 问题在哪呢 也是这个撇划 她这个撇划写得太僵硬了 就这笔划 它是一个弯撇 看顿笔走 看 写长 不要直接写过来 应该看 抖 它抖 它也抖 然后弯着走 看 再来一个称号 应该这样来写 火这个字 你看中间的跨度太大 空太多 所以说这样也是错的 左点低 右点高 两点不要语 上边看 先直 后弯 撇高 最后两字 看 也容易写错 这个 遮内平行组 要和这个 树 平行组 看 它写过来的 这呢 和它平行 这样 这样就是 这里边看 比较 空间比较圆 走这个字 这也这样 不要搬 斜着走 你如果不斜着走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距离太小了 应该这样走 看 这个地方空太多 所以说 所以说 横写低 竖起高 两横之间 脖子短 然后 等距 看 就让斜着走 看 那所以说 这个距的 弯曲度 是非常讲究的 咱们下边 举这样 非常有代表性的字 举三个字 一个是 有意的有 横短 你看 这个撇话 就斜着走 然后下边看 哎 弯片 这样来写 看 这斜的撇话 这是弯片 再比如说 我们写这个 庆祝的庆 它也是半包围 所以看 斜着走 拉长 就大 直 弯 所以咱们好多朋友 写这个 庆祝庆 觉得非常难写 那再比如说 我们写厌无厌 你看 道理就好理解了 看 斜着走 看 直 弯 再比如说 我们 写这个 夏天的夏 看 斜着走 这 弯片 看 这样写 比如说 我们在写 复齐的 复 看 斜着走 这是个 分屁 看 这样写 就好写了 那我们写 这个 儿子底的字 比如说 我们写个 光荣的光 这个 这个 批话 就直接 写着走 这个 树弯钩的 吼呢 要写低 再比如说 我们写这个 兄弟的 胸 这个 撇话 和树弯钩 一定左右 分开 看 斜着 撇话 所以说 这些字 这个 撇话的 弯曲度 它影响 一字 所以说 咱们一定要追 千万不要 把这些 弯曲度的东西 搞错了 否则这话 我们写出来 字 就非常难看 包括我们写 这个 再见的 见 你看上方 两边有树 平行 斜过来 看 这样走 这样就好看了 再比如说 我们写这个 贝壳的贝 也这样道理 看 直 弯 它变成个点 好 所以说 咱们 一定要把这些 逼换 要理解透 比如说 我们最后写一字 文学的文 它和那个天 又是一样的 看 直 弯 看 爱 那话 好 咱就聊到这 打电话 那么 撒 各位 irene